电影《商城》举行了全亚洲记者招待会 主角梁朝伟、金城武、舒淇等盛装出席 一向演正派的伟仔表示 这次饰演反派的角色对他带来极大的挑战 这个角色会和以往有点不同 所以我觉得都很兴奋 可以做一个角色 你说他是不是反派真是很难说 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理由 所以对他来这么做 但是会和我以往演的演员比较柔一点 比较阴柔一点 但这次这个角色可能会比较硬硬正一点 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新的故事 金城武与维仔自重庆森林截片园之后 一等就是十二年 这次再度合作感觉又是如何呢 很新鲜 其实就是要开始拍 其实真的要到开始拍才想到十二年前 差不多十二年前我们 那下我就是重新选择 但是我们并没有没有对心 然后我们又是在演警察 那时候我也是警察 他也是警察 那视野的眼睛 我觉得我跳得蛮特别厉害的 在电影中舒淇和金城武有一段爱情关系 他表示还没有开拍 已经有脸红心跳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女人当作最幸福的一个人 因为可以跟港台全亚洲最帅人的帅哥一起合作 而且非常有魅力 其实我还是蛮害怕蛮紧张的 看到他们两个我还是会觉得还是会有脸红心跳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永远都是在有所有女孩子啊 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很有很有魅力的两个男人 内地演员徐静蕾本来打算在下半年休息 是什么原因令他改变主意接拍商城呢 因为实际上我有三年没有演过其他导演的电影 都是自己拍然后自己再演 所以在这次一说刘伟强导演来找我演 我就本来我是想下半年休息的 但是因为我很想跟他合作 所以就改变自己的计划来演这个戏